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魔气翻滚之中 被魔化的江楚河暴怒非常 大口一张猛地吸气 那翻滚蠕动的魔气竟如惊息水一般 疯狂地朝他口中汇聚过去 直接被他吸入体内 江楚河的肚子一下子仿佛变成了一个无底深渊 伴随着魔气的吸入 江楚河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也是越来越危险了 与此同时 他提表皮肤上那一道道膜纹竟散发出了黑亮色的光芒 似乎其中蕴藏了什么风味之力 让杨凯一望之下就有些心神不宁 搞他! 杨凯大喝一声 知道不能再让江楚河这么持续下去了 否则恐怕真的会有变故出现 一声令下 妖猪母体和青岩金雷柴两大血兽便化为两道流光一左一右的朝江楚河冲了过去 他本人更是一阵手上的长剑 身子裹在剑芒之中 人剑合一朝江楚河刺去 面对如此狂暴的攻击 江楚河竟是没有流露出胆怯之意 他只是大口一张 从口中猛地传出一声响动天地的怒吼之声 跌宕连民 不及四野 伴随着吼声 一道漆黑的光柱自他口中喷吐而出 宁为一条翻滚的漆黑蛟龙张牙舞爪地朝杨凯迎了上来 杨凯见此 眼帘不禁一缩 成剑荡出光芒 化为一片九沙之力 将那漆黑蛟龙卷进自己的箭矢之中 而另一边 江楚河一拳轰出 郑重刚插进他身旁的青岩金雷柴的脑袋上 这头本有道远一层净实力的血树 一声悲鸣的乌烟 庞大的身躯竟直接被打飞了出去 还没落地 便被无数魔器缠绕 竟是无法挣脱 体外的血气护体之光被魔器侵蚀 发出呲啦啦的刺耳声响 不大一会就被腐蚀出一个大洞来 立刻便有魔器顺着他的口鼻往内钻住 与此同时 紫青两色华光闪过 冰寒一镜笼罩 妖虫魔体现出身形 钳子上紫青双剑合而为一 骤然发出耀眼的光芒 竟在短时间内驱散了身边的魔器 宁为巨大的剑盲朝下斩机 江楚河似乎也意识到 这一击绝非自己能够硬扛的 连蒙一个扭身从云底消失不见 他一消失 剑盲就斩在了地上 将大地斩出了一个深深的沟壑 泥土翻飞不已 另一边 杨凯好不容易将那漆黑蛟龙斩为碎片 扭头一看青岩惊雷柴的遭遇 心中暗叫不好 联盟一个闪烁 就来到了自己这只血兽身旁 大手一抓就将它丢进了玄解珠内 若是放任青岩惊雷柴不管的话 恐怕用不了多久 它就会被魔化成魔兽的一员 自己配合两大血兽出手 竟还被江楚河一瞬间废掉一臂之力 谁让杨凯有些恼羞成怒了 也让他彻底认识到被魔化之后的魔人 实力提升有多么恐怖 放在之前 江楚河这样的家伙 他随便伸伸手都能捏死 道远镜和虚王镜之间的差距可不是说笑的 魔戚之中一片静谧 江楚河在避开妖虫魔体的攻击之后 似乎与四周的魔戚完全融合 竟是再也不见踪影了 想来他刚才也是利用这个优势才能凄净到杨凯身边的 没有敌人的踪迹 妖虫魔体静静的屹立在原地 全身上下都被银白的光芒笼罩 那银白之光散发着极强的寒意 正是雪若青天的剑意化形 哼 以为躲起来就有用了 杨凯冷哼一声 眼睛一合一开之下 灭是魔也已经显现 他举目死亡 很快就在一片魔戚之中 发现了一道淡淡的人影 隐藏在那里 一动不动 若非有灭是魔眼 看破虚妄的能力 即便他的神识强大无比 也绝对不可能发现这一点 不但如此 在不远的位置上 还有更多的身影 正借助魔戚的隐藏 悄无声息地朝这边靠近过来 那些身影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每一个都不比江楚河弱上多少 甚至有那么一两个 比江楚河还要厉害一些 杨凯心头大振 知道自己在外面耽搁的太久 已经引来了更多魔人的敌意 而这些实力不俗的魔人 想来都是江家人转化而来的 因为那其中一道身影与江家家主江林极为相似 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杨小兄弟速速回城 大振即将修复 就在这时 后方远处忽然传来了秦朝阳的呼喊之声 阳开面色异性 知道自己的任务算是完成了 但就这么退走 他也有些不甘心 眼见那更多的魔人越来越近 他一咬牙 心中给妖虫母体下达了一个指令 下一刻 妖虫母体便施展出了自己的至强剑道秘术 血作青天 那冰寒之意境 随着紫青双剑的挥动 抖人朝前方某一片区域处降临 刹时间就将那一片区域变得冰寒刺骨 空间之中 冰寒法则萦绕 犹如毒素一般 轻食似击 隐藏在魔气之中 缓慢行动的魔人们一时不察 纷纷中招 死后之声连绵起伏 一道道身影显露出来 这些魔人纷纷施展出自身的秘术神通 化解周身 冰寒之力 而趁着这个机会 杨凯已经一个闪烁来到了江楚河身边 凝! 杨凯口中抱贺 意念所指 空间法则之力迸发 锁住那方天地 江楚河的身影瞬间暴露出来 不过 此刻他猙獰的面孔上 似乎有一丝轰乱之意 拼命挣扎着 但他始终也无法完全摆脱 空间法则之力对他的影响 说到底 他还不过是个虚王三层进舞者 转化过来的魔人而已 根本无法抵挡天地法则之力的约束 斩! 杨凯手持长剑狠狠朝下回去 江楚河漆黑的双眸之中 猛地爆发出一股求生之意 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竟是硬生生地将脑袋往旁边偏移了一下 剑光闪过 一只臂膀被整齐沾下 漆黑的血液从伤口处喷涌而出 江楚河吃痛打呼 杨凯剑子也有些异味 没想到自己这一击竟是没能起到应有的效果 不过眼珠子一转便有了一个更好的主意 下一刻他再喝一声 输! 四周空间如听号令猛地朝江楚河挤压而去 江楚河整个人都仿佛承受了巨大的冲撞一门 回身骨头都发出了咔嚓嚓的脆裂声响 口鼻之中溢出鲜血 但依然物质挣扎不已 也没有丝毫要求饶的意思 甚至连逃跑的意图都没有 反而不断地朝杨凯嘶吼 宛若一头发狂的野兽 杨凯手指掐着灵绝不断的变换 寻急朝江楚河打去 一道道原理灌入江楚河体内 将他体内的力量细数镇压 少卿江楚河便没有思考反抗的余力了 一身修为完完全全地被封印在了体内 杨凯伸手就朝他抓去 一把将他给提了起来 同时心中呼唤了一声妖虫母体 妖虫会议画一道流光就朝杨凯击舍而来 一下被他收进了玄契珠内 紧接着杨凯身形一扭便冲到了城墙附近 见他现身 亲朝杨面色大喜疾呼道 杨小兄弟赶紧回来 杨凯朝他点点头 正欲顺着那还没有完全弥合的阵法闪身入城的时候 忽然神色一动又扭头回望了过去 小兄弟你在做什么 秦朝阳一脸茫然 不知道杨凯在这关键时刻为何止步不前 群老先生没听到什么吗 杨凯狐疑地问道 秦朝阳一愣仔细聆听过去 下一刻面色一动道 有人在呼叫 他确确实实听道 城外不远处有人大喊着救命的声音 听那声音似乎是个男子 而且年纪不小的样子 秦朝阳面上闪过一丝挣扎之色 沉声道 小兄弟别管了 不管那人是谁 此刻只怕都已经凶多吉少 你先回来邀请 杨凯轻轻喊手 觉得他说的也不错 这魔戒的危险程度原在他意料之中 若真有人贸然闯入其中的话 只怕用不了多久 就要被吞噬神志转化为魔人 即便是他现在的实力 也不敢在魔戒中置身太久 否则必有危险 这位大人等等 大人救命啊 后方忽然又传来那莫名的求救声 而且听声音传来的位置 似乎比之前更近了一些 杨凯顿时大为好奇起来 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人 竟能在这翻滚的魔戒和无边魔物之中 依然保全自身 而且还能精准的朝这边跑来 能做到这一点的人 显然不是什么普通的舞者 金老先生接着 我且看看再说 杨凯说着 就将手上提着的江楚河 向城池内抛去 秦朝阳一个没留神 见到江楚河神色猙獰 琉牙壁漏的朝自己飞了过来 顿时吓了他一大跳 想都没想 一掌推了出去 呼 一声巨响 伴随着无数骨头断裂的声音 江楚河羊面就喷出一口黑血 整个人的气息陡然间萎靡了下去 但硬生生的吃了秦朝阳一掌之后 他竟也没有立刻死去 只是掉落在地上 口中发出哼哼的声音 魔人 魔人 四周的舞者见此 大惊失色 大呼啸叫起来 天狱美眸闪烁着 也是好奇万分的朝江楚河打量过去 他可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看到一个活生生的魔人 叫 江楚河 千玉美眸幽的瞪圆了 一脸不可思议的望着地上被镇压力量不断挣扎的魔人 面上一片难以置信 他发现这个魔人竟是江家新生一代的求楚之辈 江楚河 同为风铃城各大家族后四的一员 秦玉与江楚河可没少打过交道 自然认得对方 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风铃城外 撕虐的魔人 居然会是自己认识的人 江家随意开采矿坑 导致封印被迫 上古大魔的精准魔器外泄 这一事在整个风铃城中 也只有少数道远竞强者知晓 对其他舞者来说依然是个秘密 并非断圆身怕公开这个秘密会引发混乱 而是根本没有时间去公开 怎么会是他 秦玉百思不得袭击 我的天 这不是江公子吗 真是江公子 半个月前 我才与他一起在最月楼喝过花酒啊 那怎么 四周的舞者 在辨认出江楚河的面容之后 一个个也居都难以置信起来 其中一个舞者 更是露出了痛心疾首的表情 因为他确实在半个月前 跟江楚河一起在风铃城最大的花楼里 搂着美娇娘 喝着上好的花酒肆意快活 半个月不见 一表堂堂 风度翩翩的江大公子 竟然就变成了这副德系 不由得让他感慨万分 看好他都怕什么 他已经被杨小兄弟镇压了修为 已是废人一个 秦朝阳在一旁立合一声 神色微隐 众舞者闻吟 嘴角不禁一阵抽搐 秦朝阳之前大惊之下 一掌把江楚河打得骨头尽断的一幕 他们可都是看在眼中的 不过这个时候也没人敢道破 纷纷围了上去 施展手法将江楚河敬过起来 好奇的打量不已 江楚河似乎神志尽丧 面对一些熟悉的面口 也没有丝毫怀旧的意思 反而张口咆哮不断 从喉咙里发出了害人的低吼之声 城外 杨凯一夫当关 堵在那最后的窟窿前方 施展出不灭五星剑气 阻挡着无数魔物的扑击 灭尸魔眼朝前方望去 只见在那无边风滚的魔器之中 一道狼狈的身影正在左冲右突 身上散发着淡淡荧光 也不知道施展了什么秘术 竟能抵挡魔器的侵蚀 疯狂的朝这边逃命而来 这位大人 您真是在下的救命恩人啊 多谢多谢 大人恩德在下明记在心 日后必定成婚三口手 早晚一炷香 祈求大人长命百岁 那人一边朝杨开飞速接近 一边口中还喋喋不休 杨开看得惊奇万分 因为此人的身法竟是灵活至极 虽然孤身一人独闯千军万马 竟也是游刃有余的样子 丝毫没有被那些魔物攻击倒 反而还有闲心跟杨开道谢 杨开一头黑线恼怒道 百岁对我等来说岂是长命 你这是在诅咒我 早死早超生啊 可恶可恶 那人似乎也发现了 先前之言有些不妥 说话间已经窜到了杨开前方十几丈处 别废话赶紧进来 杨开一脸不难 眼见后方的窟窿马上就要弥合 说完之后也懒得再去理会此人 一个转身就顺着窟窿窜进了城内 大人等等我呀 那人怪叫一声速度陡然加快了不少 一下子就跟着杨开窜进城内 没有了攻击目标之后 那无数的魔物和魔器果然继续朝城内涌来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友人